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长周发表声明辞去行会职务并获行政长官接纳 优格接近10个月的行会成员林粉强发表声明 说过去几个月廉署就他卖楼事件进行长进调查 现在终于公布调查结果还他清白他感到恩惠 又感谢廉署公正严谨的处事方式 林粉强说事件中个别人士和传媒对他作出不少有违事实的指控 意图进行公审令人非常遗憾 更加连他的家人也受到滋扰 承受不少精神压力 林粉强指他的家人因为他服务香港而无端受害 令他感到十分难受 林粉强同时在声明中宣布 在得知廉署调查结果之后 向行政长官辞去行会成员职务 他冲心感谢一直支持和信任他的朋友 行政长官已经接纳林粉强请辞 廉署说是咨询过律政司的意见 决定无需提出检控 刑事检控专员薛伟成解释 林粉强被指在政府宣布加税前出售物业 但是由于物业在他上任之前已经放售 因此证据不充分 至于林粉强曾经公开指 他指示地产代理 如果卖到高价前可以收取额外佣金 薛伟成说 今次案件没有证据证明涉及非法回佣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说 不检控林粉强的决定 同时取得外併之心大律师的意见 检视有关证据而作出 我作为律政司司长 是确保在处理这件事上来说 那个程序是绝对大公无私 为了程序上的公义 为了对这件比较敏感的事情 对香港的市民有一个好的交代 我们是转聘了外间独立的刑事资深大律师 一个非常资深的刑事资深大律师 独立地去给他的专业法律意见 这一位的资深大律师 他也都是最后作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法律上不应该有任何的检控行动 林粉强被指在政府公布打击楼市措施前 偷步卖楼 联署去年10月底 接到有关林粉强涉嫌公职人员行为 适当的举报 行政长官梁振英对林粉强辞职深表远色 并感谢林粉强在任期间的贡献 有行政会议成员认为 林粉强选择辞职是个人决定 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淑而认为 行政会议再少一元 不会影响行会的运作 但担心会影响部分人加入政府的意欲 的而且确对一些人士 特别是过去没有从政的人士 是会有些阻吓作用的 但如果过去有从政经验的人士 我相信他们都是经得起口言 还有有志服务社会的人士 是不怕被揭发的人士 我相信社会上都不少 曾经就林粉强事件 向联署举报的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 对联署不检控感到失望 他是没有足够证据 但不代表林粉强是没有得到实质的利益 透过这个偷步卖楼这个行为 不犯法代表你是有诚信 所以现在到这个地步 林粉强的辞职虽然已经太迟 但都是应份的 行政长官梁振英对联署宣布 不需要继续作调查表示欢迎 但对林粉强决定辞职深表远色 并且感谢林粉强在任期间的贡献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太太许报名 是多份报章刊登声明 否认在新界东北团地 他报名在报章刊登声明 他指鼓动农地是由国曼实业持有 而国曼就由Orient Express 和另外两间公司组成 这两间公司所持的农地权益 全部属于他外家所有 陈茂波从来没有有关公司的权益 国曼1994年买入鼓动农地 并不是团地 因为政府96年才提到鼓动 为据潜力策略性发展地区之一 又说如果团地 就不会19年来只买入一块土地 他又只为了避验 在陈茂波出任发展局局长之后 已经将由Orient Express持有的农地权益出售 买卖手续在去年10月10日完成 自当日起 他与子女和这幅农地已经无关系 陈茂波更加从来都没有 声明又说 今次农地引起的风波 对他、子女和外家 带来极大的困扰和不安 他深感挟救 并且感激外家 在无政府政策或者法律要求下 短时间内决定出售这一块农地 他在声明又指 部分传媒跟踪他的子女 甚至截停他们的车强行影响 对他、家人和同事 造成极大滋扰和恐惧 接触的新界农地风波 开个记者会 来到我们立法会 详细回答一些问题 就不是在那里折牙膏 就算局长太太好像声明和广告都出了几次 那每一次又多些东西 但现在都未曾回答所有东西 主席 那又要再接又要再出 由于信息比较混乱 甚至出现误导 所以我太太在昨天发了 登了一个广告 将事情压要地跟大家说 我们要说的其实都说完 也都很尽力在这个中间过程里面 跟大家说 由于这些事 本身不是直接我所有的 也都要跟外家的人商量 陈茂波也承认 交代利益冲突的时候表达得不够好 尽管我的表达可能比较论尽 但是就着大家的提问 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回应了 我同意在处理上 实际上可以做得好一些 在这方面我会检讨的 陈茂波强调 新界东北发展 是重要的土地和房屋供应来源 明白持份者的关注和担忧 当局会做好解释和说明的工作 发展局政治助理何建宗 向行政长官辞职 获得接纳 何建宗承认上任之前 将一间拥有古动土地的家族公司的股份 转让给家人 但并没有申报 他向公众谷宫自协 行政长官梁振英回应说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 和何建宗的情况不同 陈茂波已经按制度申报利益 何建宗先生和陈茂波两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 何建宗他的情况 他昨天在新闻稿和记者招待会交代了 陈茂波他是按照我们的利益申报制度 在他上任后已经作过申报 我亦希望社会人士能够给特区政府整个班子 更加多的空间和更加大的支持 连同何建宗梁振英执政一年多一些 已经先后有四个管治班子成员辞职 梁振英说不同人辞职原因和时间都不同 前节目司司长唐英年九龙堂大宅遣建案 他太太郭鱼淺被裁定违反建筑物条例 罪名成立 但辩方不同意部分案情 案件要押后到明年2月初再聆讯 郭鱼淺以涉案大宅业主代理人的身份 被屋宇署检控两项违反建筑物条例的罪名 他早前承认其中一项 即未得屋宇署批准 遣建天窗和地库 另一项就获不提证供起诉 控方在庭上首次披露 地库实际面积达到19米乘11米 换算值是差不多2250平方尺 楼底最高超过2米 超出法定地积比7成 控方指 地库连泳池的两个天窗 都不在向屋宇署提交的途绩上 直到去年屋宇署检查的时候 才发现车房转盘下面 有楼梯通往地库 案情指 大宅在03年开始建造 郭鱼淺当年9月 与建筑师以及结构工程师开会 当时建筑师何仲义提出 地库要连同地面大宅地基一起建造 结构工程师邓伟就反对 他提醒郭鱼淺 建筑地库要先得到屋宇署同意 8日之后 郭鱼淺打电话给邓伟就 说明白他的处境 会另外找结构工程师 将他辞退 郭鱼淺之后 已同案另一个被告黄柏林取代 不过辩方不同意这段案情 裁判官认为如果案情属实 郭鱼淺有机会加刑 因此法庭需要传召邓伟就出庭作工 不认罪的建筑师何仲义 结构工程师黄柏林 以及当时负责成建的显理工程有限公司 案件将会排期11月27日开审 唐英年对案件再次押后宣判表示失望 其实整件事我们一直都是以开城报工 配合调查和承担责任的态度 我们很希望这件事可以快点过去 让大家可以向前看 今次搞了年多 接着就到明年年头 即是说投美会狭狭狭搞两年 是用这么多公帑 是用这么复杂的程序 而我们已经是认罪了 至于唐英年的大宅复收工程 已经进行接近一个月 工人在屋外搭棚 屋里面多条梁柱 用油漆噴上拆字 另外工人又用吊臂 搭建大型的支撑架 下节回来看看 社会福利署将会推行 长者高龄津贴广东计划 住在广东的长者都可以领取生果金 另外资深大律师杨家雄出任刑事 检控专员 九月里新 社会福利署10月1日推行长者高龄津贴广东计划 居住在广东的长者都可以领取生果金 长者可以邮寄申请 再由社署约他们见面 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回港的 申请会由代理机构核实 政府预计有3万人申请 移居广东年本65岁的长者 都可以申请每个月1,135元的生果金 这项广东计划在推行第一年 社署会有特别安排 长者在提出申请日之前 连续在广东居住一年就可以申请 头一年申请人可以有56日的宽限期 换言之 在广东住满309日都符合申请资格 跟现行申请生果金的安排一样 70岁以上的长者不用资产审查 65岁至69岁的长者 就要符合入息和资产限制 社署在上水设立办事处 专门处理广东计划的申请 对于为什么不选择在罗湖设办事处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忠说 因为当局同时想方便 将会去广东住的本地申请人 有些本地的长者申请 我们都在这里一起去处理 即是说两边的申请者我们都处理 但你看到我们选上水 目的就是方便一些 在内地的广东下来回来香港的长者 第二就是我们很多人力的支援 同事等等都在香港这边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 做这个办事处是适合的 社署说长者不用急于在头一个星期 就去上水的办事处申请 只是需要填妥申请表 由寄到办事处之后 当局就会预约申请人 亲身到办事处会面 表格可以在社署的网页下载 或者到各区社会保障办事处杀取 也可以致电办事处热线 3105-3266杀取 10月1号前递交表格的长者 津贴可以追溯到10月1号发放 中国银行推出全港首部语音导航自动挥原机 方便视障人士使用银行服务 中银香港也计划 在今年年底之前 在全港多安装六部同类型的自动挥原机 其中三部会设在港铁站内 摸摸特智 再带起耳筒 市长人士以后用这些桂园机拿钱 或者使用银行服务 或者可以轻松一些 如果继续只可以得柜台服务去选择 当然需要职员协助 自己就可能没有那么独立地 可以使用银行服务 有了语音导航之后 我们用了这些桂园机的时候 即使按键下去按错了 它都可以告诉我 到底我按键是做什么 还有整个交易非常清晰 中银香港说 经过一年咨询视障人士团体 在官堂设立头一部新的桂园机 设计上有特别保安考虑 语音导航就是将传统ATM的画面 转换为语音 当你插入了耳机之后 系统检查到有这个信号 就将画面全部黑了 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声音 指导一步步地做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宣布 委任资深大律师杨家雄 出任刑事检控专员九月里新 杨家雄表示 不会被政治影响检控工作 做过大律师公会副主席 48岁的杨家雄 在律政司司长袁国强陪同下见记者 杨家雄被问到上任之后 会怎样运用过往处理证券案件的经验 处理涉及新鸿基地产 以及前政务司司长许试仁的案件 他强调不会受政治因素影响 所有的案件 我们会依据检控指引 以及检控政策 根据我们的专业 考虑所有的证据 以及一切情况之后 作出决定 我特别强调一句 任何案件无分大事 特别所谓政治 于刑事检控专员来说 与刑事检控政策来说 这个不是一个考虑因素 袁国强又被问到 他和占领中环行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 是大学同学 将来会怎样处理占中的工作 某一个个别的事件 若果是有需要的话 我们是有完善的制度 作出这个避言 或者是相关的措施 所以刚才这位传媒朋友所说 我们和戴耀廷副教授 他的关题 以前是大家都是大学同学 不会影响我们 在处理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仍然是保持公平公正 依法办事的态度 杨家雄将会在下个月9日离身 接替即将退任的刑事检控专员 薛伟成 袁国强感谢薛伟成多年来的贡献 食物安全中心测试 食物的致癌物丙起鲜胺含量 发现部分炒菜的致癌物含量 和榨薯条相弱 当中以炒脆肉瓜最高 近年本港流行健康饮食 多菜小肉 但是食蔬菜也要讲究烹调方法 食物安全中心说 蔬菜经高温炒过 有机会产生致癌物丙起鲜胺 当中炒脆肉瓜的丙起鲜胺含量 和榨薯条差不多 每公斤含300多微克 起锅用的蒜头经高温炒之后 也是测试蔬菜中含量较高的 而丙起鲜胺含量最高的是薯片 每公斤含680微克 含量较小的有炒芥兰 菜心、西兰花和菠菜等 食安中心说 蔬菜和蔬菜制品 是市民每日摄入丙起鲜胺的主要来源 其次是饼干等穀物和它的制品 建议市民多用灼的方式来煮菜 绝对不会建议大家不吃哪种蔬菜 其实每一种蔬菜都有它的益柱 都有它的矿物质 营养素是我们值得吸收的 但是在大家进食的时候 烹调的时候就可以注意一下 尤其是有些含量较高的 比如有些人可能喜欢炒开的 可能转了方法 变成如果是水煮的 那么丙起鲜胺的含量就会低一点 中心建议市民如果炒菜 可以先却了才炒 丙起鲜胺会大幅降低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撤回早前他提到 日本应该学习纳水德国逐步修宪的言论 又说外界误解他的意思 麻生太郎在首相官邸出席完内阁会议之后 宣布撤回早前有关纳水德国修宪的言论 麻生上星期一在东京发表演说 说纳水德国在二次大战前 将威马献法在不知不觉间 修改成纳水献法 日本也可以从中学习 让国民慢慢接受修宪的过程 他又说 不向为国捐区的人表达敬意是不正常的 所以应该参拜靖国神社 麻生太郎的言论引起中国和南韩强烈不满 中方要求日方认真反省历史 确守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承诺 南韩外交部就敦促日本高层官员 要小心发言 女教师林慧斯 在旺角街头因为法轮功 而和几名的警察对骂 致迟和谴责林老师的声音都有出现 有传媒人反而在事件中观察到 如果纵用任何认识暴力 香港迟早出事 女教师林慧斯的事件 网民有很大的回响 片段最初战失城写成什么 香港警察什么隐功一流这个版本 在片里面 林慧斯旺角街头和几个警察对责 当时事件浪浪去脈 未搞清楚 但一定要看清楚全条片 有人曾经骂过女教师说她不够和平 不够理性 不够非暴力 又赞警方什么冷静应对 好了 后来看完整条片 大家才知道 事发的时候 林慧斯是不满意什么 他是不满意青年关务协会 用橫颜遮住法轮功的摊位 警方要做事的 不单止冒制止 反而拉起封锁线 林慧斯想走到法轮功的位置 好了 警察要求她 喂 你一旦走 不然就带你回警局 双方先帖爆发激战 因为林慧斯说了什么呢 一句英文的粗口 还有用个比较粗皮小小的字语 有人在网上公开她什么 个人 学校的资料 学校外面摆个文革式批判的大字报 又呼吁什么都投诉她 好了 林慧斯最终要发声明道歉 但是激发起 不使网民支持她 敢于为正义发声 挑战警方的政治性执法 最好笑的是 当警察协会谴责她 引起学童、公民、德育、教育问题的时候 其实林慧斯Mislam曾经得过却月教学奖 我们看到她如何在教学以外 真心关心学生如何成长 女教师看不过眼 相信因为青关会这个团体 整天打横行 而警方已经失去政治中立 甚至中庸团体 这个趋势要盯着了 很危险的 迟早出事 警方真人職務 遇到市民不满意 甚至爆粗 以前见过的 但是今次警察涉而不舍 咬着她不放追杀 现在就有点不尋常 两个警方协会发声明 谴责林慧斯 但是我提提大家 大家记得前任中审法院大法官 包吱这个侄女 当街夜晚一巴掌到交通警察 你们两个协会做过什么 有人不见得出声明 有些市民有时见到不公义 当看不到 急急走人 会的 有些人会是这样 不介意的 但是我们要珍惜 撑正义的声音 香港人近年内心有种恐惧的 他见到青关会也好 爱字头也好 突然间涌出来 背景不是很明朗的 香港忽然间变了样子 要执法就不去执法的 现在已经不是大家熟悉的香港了 林慧斯他不是乱叫的 他是为公义劳孝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 涉及的农地风波解释 无法令公众信服 政治漫画家一目认为 从政者公顺利不足 新界东北计划 相信难以顺利展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